记者蔡孟尚新竹报道,新竹县恒山警分局表示,国防部及内政部在16日公告解除坚持香山地管制区后,当地治安维护工作回复常态性轻务,地方警力早在10月起因因此一调整,针对毒品、山老鼠倒发、山坡地烂坑等多个治安面向加强执行,且有不错成效,请民众放心。 恒山警分局统计,15日至18日执行山地治安维护工作,共计查获违反山坡地保育及水保法案件2800人,窃盗森林法案一件一人,伤害案两件两人,公共危险案一件一人,令山区救护及卫民服务各一件一人。 恒山警分局表示,包括专案打击山老鼠及毒品,加强取地山坡地烂坑烂发,持续加强路检勤务,执行扩大零检勤务,联合坚持地区警力规划联合巡逻勒勤务,持续规划山地清查勤务等治安维护工作。 不会因为解除山地管制而受到影响,警方会持续全面进化山地治安,落实国土保安及维护自然生态。